音語同路人 今次的嘉賓是廖廣源先生 我是覺得我沒有事 我自己是做不到的 因為我是在一個很艱難的環境長大 所有這些東西我爭回來的 我為什麼會在吃麵包 突然間是百感交叉 百般滋味湧上心頭 我是第一次祈禱 實在我知道我撐了這麼久 我知道我撐不下去了 我願意順復 不斷地詩篇一百二十七篇 若不是野和華看守城池 若不是野和華建築房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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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若是野和華建築房屋